介绍来自这家乡的消息 在国教室专案保障管护资料金会 以及在工业科技教育学会 组织教育中心 推动团队的科典委员和基斯基团 在这家国中成立科技官参区 修作组织教育以及科技中心 专校的书生参区和学校 以及家庭都进去盘 在一盒甘贺用 这家科技中心推动100公佩年 科工科技领域科典 中心的科典集中于STEAM 它是结合到科学科技钢定 技术和所学五大领域 共调党修作做中学 保障独立书客 重新发明解冠问题的领域 解冠三区修作组织教育以及科技中心 今天在得益国中 接下来 聚用科典解冠的主题 勇敢专行重新教育 山区第一所的制造中心跟科技中心 代表我们嘉义县 在翁张良县人带领之下 我们开创了一个科技领航 数位翻转的时代 我希望我们未来嘉义县的小孩子 都能够透过数位来翻转 它目前在嘉义的一个自身的地位 我想科技的东西 它确实是无蝙佛切 而且我们未来重视双语教育 一个是英语 一个是所谓的城市语言教育 我想透过这个城市语言教育 coding的部分 可以让我们嘉义县 真正的从科技领航数位装潢来出发 我想我们知道一个国家 非常有名的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也是非常重视 coding的一个国家 我想未来我们嘉义 会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我想当我们嘉义 带到另外一个不同的 自作教育科技中心的设定出 学习课程 教育三区国中好好来学习 英语和城市语言 都是贯穿到自作教育科技中心的进行 嘉义县竹棋制造教育及科技中心 在竹棋高中设立之后 我们会积极的扮演好这样的一个角色 提供给我们山区的老师 可以来这边做课程的学习 也可以提供给我们山区的孩子 来这边做课程的体验 我们就是希望 让这些生活科技 跟资讯科技 可以融于孩子的生活当中 让他们能够在生活当中 去学得这些生活科技 跟资讯科技 教育是概念的基本面 在这儿增加青少年在地 林童和教育经济力 实现十二年的国家 一生到每一个小孩的环境 西新新闻初评堂 得奖用采用博德